十二年的國教 走錯了方向 走亂了腳步 我看到今天朱立仁市長 跟馬正武吹歌 然後認錯道歉 我是覺得這個是 五十步笑百步 有些人還要嘴硬 還要堅持 說要照這樣走下去 我相信 新北市絕不容許 也絕對願意再走 這樣一個錯誤的方向 由會考 就是大家現在講的 國中會考 就一試就完成 在今年沒有做到這樣 那朱市長已經錯誤在先 現在他還強調 還要一試 那就還是偏離這個免試的軌道 所以看得出來 朱市長他還是執迷不悟 他的觀念錯誤 我認為 回到十二年國教的基本精神 就是高中職 均優質化 免試 就進入學 一定要回到這個軌道 那我們的教育才會辦得好 動算要對十二年國教 那種政策有什麼措施 我如果當選就是一定要入實 高中職進入職化 免試就進入學 我一定要入實這個政策 有關於 到底要怎麼做 那當然就是 我們要第一點就是說 要增加我們高中職的學校 然後也要學區重新考量 然後聘請優質的老師 到新北市來教 我想這些事情是 目前是不為了 非不能了 如果說認真去做的話 我相信沒有幾年 就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請問說 我們這邊有可能說 去台會主力 就是所有人國教的目標 如果說 他有必要見面來談這件事情 我也不排除 不排除見面